6月7日,公安部组织包机从西班牙押94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回国至首都国际机场 这是中国首次从欧洲大规模押回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那么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我们捣毁了三个电信诈骗5点 抓获了237名犯罪嫌疑人,实案金额1.2亿 这次行动文尊海,打击了犯罪的嚣张气焰,震射了犯罪 自2016年起,诈骗犯罪集团以高薪许诺在中国境内招募诈骗话物人员 到西班牙设立犯罪窝点开展诈骗活动 在窝点管理人员指挥下,话物人员被划分成三档 一线人员冒充中国银行、海关等向被害人拨打网络电话 二线人员冒充警察,谎称将冻结被害人资产 三线人员冒充警察官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诱骗受害人将资金转入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 由于相关案件的受害人全部为大陆居民 2017年1月,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 向西班牙外交部递交犯罪嫌疑人引渡请求书 经过两年多的庭审程序,西班牙国家法院二审判决 同意将长城行动全部犯罪嫌疑人引渡给中方 公安部提示,近期冒充公检法的相关诈骗案件出现有新变化 不法分子针对海外华侨华人设置新华招 对此也希望广大民众提高警惕 据悉,在历时近三年的长城行动中 西班牙已分批向中国引渡225名犯罪嫌疑人 其中台湾犯罪嫌疑人218名 长城行动是我国首次与欧洲国家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违法犯罪警务执法合作行动 此次行动历时之久,引渡人数之多 在世界各国执法合作史上,引渡史上上述首次 在世界各国执法上述首次